苏律师 希望你做我的代理律师 我答应你 旧案重启 王志冤屈能否写 你干嘛非得打黄大河那案子 黄大河从四成写了约 就等于证明了我是无辜的 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波云见日 师姐真相 属于路易出 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 不会有人怀疑你的 为了四成的对来 也是为了苏总好 普法栏目剧 金牌律师 企博版第二季 第五集 正在播出 为了 这案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这案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干嘛打我们的生意啊 就在哪儿啊 这是打架的地方 执法人员上场 哎哎哎干嘛呢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了吧 你看他打着我的店门 怎么回事啊 你以后怎么做生意啊 就是打架的地方 你们打的是一场三十个亿的 没有关系 这根本就是一处假离婚的门剧 如果再遇上 我会死磕到底 是我的一切 你这律师是武所力 有内贼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样的律师 没有人相信我 苏东 其实 我挺喜欢你的 苏东 你 你再假设一个敌人 甚至怀疑到我的头上 黑机的真不死 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他败凶 他们这是要赶紧杀决 你要把任何人都当成对手 包括我 这案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苏东 其实 我挺喜欢你的 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了 你要记住 还有我 告诉我 没人退 是这样 因为我们 自尽严重短剧 这是老婆 靠你了 好吗 你什么都靠我 要你这个老公有用吗 你既然那么着急 那 我们就把合同签了 朱爷 我是陈碧玉 你怎么会被抓到这里面 我被骗了 你想想办法救救我 你冷静一点 相信吗 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陈碧玉 做代理律师了 律师是不会被对方所收买的 这件事情 我会问陈总的意见 我尊重他的任何决定 天底下 最靠不住的就是男人的承诺 他不想离婚 最主要的原因 是怕所有的财产都误到我的手里 杰姆斯 我老婆现在在拘留所里 你能不能帮我 把它弄出来 如果你能帮我把它救出来 我一切都听你的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今天继续为您带来 金牌律师第二季故事的第五集 我们在之前已经了解到了 我们的主人公苏东律师 因为在带领黄大峰的离婚案当中 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所以接受了律师协会的调查 那苏东就怀疑 能够在这个保险柜里把这东西偷走 可能就是他的老师贝林干 所以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贝林创办的四成律师事务 辞职了 可是苏东又跟他这师傅 两个人重新站在了法庭上 成了对手 那么这次代理的就是 爱天庄宇离婚案 最终苏东战胜了自己的老师贝林 停审之后 贝林说希望能够跟苏东和好 但是苏东这个时候心里边可有一个大哥 他认为贝林这个人有问题 所以只能是表面上握手言和 浦江集团两个老总 黄大亨和陈碧玉 这起离婚案件 虽然从一开始 是黄大亨想保住浦江集团的股权 跟他的妻子陈碧玉一起上演的一出闹剧 但是现在当陈碧玉得知了丈夫 居然有一个私生子之后 他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离婚官司要假戏真做 得打到底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浦江集团的资金周转却出了大问题 为了急于找到周转的资金 那么陈碧玉就找了他的一个朋友 叫梁骏的人来借钱 那情急之下 陈碧玉匆匆忙忙地就签下了一个借贷的合同 可是他并没有留意到 这份合同另有玄机 因为这份合同被做了手脚 那么随后呢 陈碧玉被经侦总队抓捕了 可是呢 黄大亨认为操纵这一切的幕后的黑手 有可能是那个叫詹姆斯的人 因为詹姆斯想得到他手中浦江集团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所以他才出了这个技术 黄大亨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关进去了 焦急万分 甚至于他明知道詹姆斯可能就是那个算计他的人 但是他还是想用股份来换 他希望这样能换回陈碧玉的心 但是陈碧玉铁了心了 非得跟你了 就不跟你过了 所以眼下如果黄大亨胜诉保住了婚姻 就会失去浦江集团 如果他败诉跟陈碧玉离婚 那他更是一无所有 那接下来在詹姆斯托控之下 这场官司究竟会如何变化 而且大家现在开始猜测是詹姆斯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谢谢啊 谢谢啊 要不是你正不知道还在里面再多久 谢谢啊 陈总 不是我 我只接到通知来接你 出了办手续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什么都没做 那我怎么放出来了 我正在看你的借款合同 就接到电话说可以来接你的 他们说你的案子 可能只是一个误 我问你啊 你是怎么出来的 梁骏撤销举报了 梁骏撤销举报了 他能这么坏心眼 有什么条件吗 他有普江的控股权作为抵押 我保证 咱俩签的协议 一点都会变股权 绝对给你 怎么样 我凭什么相信你 完了 我的股权可是要转让给杰姆斯了 你的股权现在又抵押给了梁骏 假如梁骏跟杰姆斯是一伙的 或者是梁骏是杰姆斯唆使的 那我们可就这么完了 我们可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的 你想多了 我倒想问你 你跟这个杰姆斯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那么搞腻 你以前认识他 我 我在借他钱之前 我根本就不认识人 那就别多疑了 上场上杀头生意的人做 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杰姆斯只是想要你的控股权 他至于感激杀绝吗 不对 不对 帮我 算我求你 把它弄出来 可是我没有感觉到 你是在求我呀 我觉得我自从认识了这个杰姆斯以后 我干什么事都不顺 而且我每走一步 好像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兴许我们当初就真的不该做这家离婚 老婆 要不然咱们这婚 别离了 你说别离了 老婆 我跟你说 即便咱们的股权让他们拿走点 但我们一样能过好日子 可是现在让我揪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想和你离婚 这是真心话 我爱你呀 爱我 你爱我的方式就是欺骗我 欺骗我五年 我错了 我承认我错了 可是你不能否认吧 咱俩结婚后的八年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还是很幸福的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个人犯了个错误 你一辈子都不给他机会 就算法院有的时候也给犯人缓刑啊 你用个钉子钉到木板里去 现在你想拔出来了 即使拔出来了 木板上能不留动吗 我不 你迷我 你得给我机会啊 我是人不是木板 心里的痛 你能补吗 你不容易 你不肯定会 她不得了 姐姐 你不肯定会 我肯定会 我肯定会 你得不肯定会 我肯定会 你会肯定会 我肯定有没有肯定会 我肯定会 肯定会 我觉得今天 新上任副总 来大中华区考察情况 要和您见面 还有 我能跟你谈呢 稍微打开天窗说两话 杰克斯 我现在掌握的情况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问你 梁军是你的人吧 是你唆使梁军 逼着我老婆陈碧玉 把浦江集团的股权 抵押出去 对不对 还有 我老婆为什么莫名其妙地 就让经侦总队带走了 这后面一定有人在布这个局面 这个布局的人是谁呀 第三 我的这起离婚案子 你到底有没有查什么 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 是份协议书 莫名其妙地就没有了 据我调查 贝林跟这事有关系 可贝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后面一定有人指使 这个人 是你对吧 黄大航 你真是会倒打一盘 是吗 梁军和你老婆股权抵押的协议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老婆被经侦总队的人带走 是你跑到这儿来 独苦地哀愁 让我帮这个忙 我跟梁军确实是有生意上的来往 所以她给我这个面子 难道我帮了这个忙 就让你觉得是我设计陷害你吗 还有你说的那什么协议 你真的应该回去好好问问你了 因为是她收买贝林 我老婆不可能收买贝林 她为什么要收买贝林 而这起离婚案从头到尾牵扯利益 最大的是谁呀 是你 而且你手里有KE的法律代理权 这个足以让贝林从头到尾听你的话 你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 就像你说的那样 受益最大的人应该是我 那我为什么要收买贝林 让你们两个人离婚呢 对呀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这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离了婚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可是我要不离呢 你能拿到浦江的股权不是吗 那你今天到我这儿来 问我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人愿意跟钱作对 告诉我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点什么 很简单啊 就是浦江的股权 我想温馨地提醒你一下 一个律师如果被收买了一次 那么他永远有可能被收买 你可以不信任我 至于你要相信谁 你自己确定 你在打黄大亨的案子吗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我们有很多的业务往来 我是这么不希望 他们两口子闹成现在这样 离婚分家产 这个离婚案让我很头疼啊 浦江集团一直是我们四成的大客户 而且我跟他们两口子交情很深 这事让我很为难 你很卑睹 而且陈碧玉的诉求是 让黄大亨净身出户 湖江集团的钱 他一分都带不走 这个黄大亨 贝律师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啊 我希望这个案件 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借了一半 谢谢 不客气 四成和曼夫合并的案子 目前可以说 已经陷入了评价 这其中的水很深 而且 也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水再深也是有底的 我也会尽力 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好 给你说件事 黄大亨又去找贝老了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离婚 早知道是这样 你就不会离开四成了 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当时你不也劝过我吗 可你不听劝啊 要不然也不会弄成今天这样了 今天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为了尊严 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在黄大亨的事情上 我没有和你共进退 你不会觉得我 没有立场不够坚定吧 不会 我知道你事业心重 留在四成 你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我只是比较独立而已 好 什么 这各大律师所都齐了 苏东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除了麻烦大家安排他面试之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第一呢 不要问和黄大亨有关的问题 第二呢不要问他证据是怎么丢的 第三不要问他是不是被收买了 明大律师事务所 这可是四成的死对头啊 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呢 我的师哥 在明大还挺说得上话的 还有其他的几家律所 也有很多的校友在里面 都是很好的关系 后天去面试吧 爸 喂 叔东 你快帮我的校台吧呀 我快死掉了 你怎么了 我在打仗吗 你是在玩魂漏螺吗 对啊 对啊 快站站我吧 我是高手 但是离得这么远 我没法教你呀 这回头脑就三条命 你根本就通不了关啊 那对于你这种选手来说 就得想点剑走偏锋的办法了 不知道 就是不走寻常路懂不懂 那你快点告诉我 什么叫剑走偏锋 什么叫不走寻常路啊 小屁孩 当年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都是有秘籍的 啊 那个老怪啊 周达律师 你已经告诉你的秘诀了吧 你说一下嘛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求我办事你态度这么差 你跟你妈脾气一样呢 对于你来说 三条命肯定是不够的 那你行吗 想当年我一条命就通关了 我行吗你 哇 太牛了 我可以学吗 把你手笔拿出来 照我说的做 上 上 下 下 左右 左右 B A B A 上 上 下 下 左右 左右 B A B A 真的几下了 我真的有三十太命了 苏东 今天我妈妈正好不在 你可以陪我一起来玩吗 今天不行 今天我在准备一个面试 我今天过不去了 什么面试啊 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新游戏 我在想办法怎么能够通关呢 哇 那你肯定行的 行 不说那么多 你也别玩太久啊 我知道了 那苏东鱼那么厉害肯定会赢的 苏东加油 谁叫他小孩啊 小宝 朱颜的儿子 朱颜的孩子 他跟你还挺亲的嘛 要是让别人听见了 还以为你是他爸爸呢 我要是真有个儿子像他一样 我还挺喜欢的 是吗 你要真想做他爸爸的话 其实也来得及 反正朱颜也单身嘛 行了 行了 不闹了 气你呢 我说的是儿子 我没说那个妈 那个妈我只要多烦有多烦 真的吗 干吗 干吗 你往里面放什么呢 这么想 红汗药 就冲着你做这道菜 明天我要是过不了面试 我对不起你 你要是明天面试过关的话 第一通电话 应该是会打给我的吧 我反对 我拒绝回答这种 预设答案的问题 快点啊 喝吧 又一杯啊 是啊 您再喝杯咖啡吧 咖啡我是再也喝不进去了 那您看杂志 我到底还要再等多久啊 不好意思 张律师她还在开会呢 你真的把我的简历递上去了吗 我递了 但是我估计她现在没时间看 你不可以进去的 没有张律师帮我不行 我去趟厕所 赶紧吧 行 在哪儿啊 小宝 喂 苏东 你通过面试了吗 叔叔面试完蛋了啊 古迹 为什么呀 因为人家没有按常理出牌啊 那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 我正蹲在马桶上想办法呢 我也在厕所耶 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好啊 你有什么主意啊 听我说 箭走偏锋 就知道学我说话 没有 我说真的 苏东 加油 我看好你哦 嗯 我也看好我自己 加油 这个会要开到什么时候啊 本来是国际部那边的事情 怎么把我们这边的人都调过去了 我这下午还有一个大客户呢 这个案子打了一年多 原来是马克徐主办的 追过美国进口商的 当时啊 从表面上看 是我们这边的案子 谁知道上个月 那美国进口商耍无赖 托人申请了破产 这个惨哪 案子严了 钱呢 没有拿到 怪不得马克徐是牛逼哄哄的 这次跳槽 立马就跑了 要知道那当事人 是张主任的五星级客户 我对不起啊 是张主任的 你负责 Wasser 你负责来报导 拿上来吧 你负责来报导 但你负责在你 Forgive me 我负责 他家负责 啊 那个负责 你负责 我负责 你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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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 你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不可以进去的 张美生你好 我叫苏东 您讨的这个案子我可以结 这是我的解决方案 对不起张主任 他是过来应聘的 我的方案是票开进口商 直接告美国脱收银行 告美国银行 怎么告 据我所知出口货物的提款单据 是直接寄给美国脱收银行的 那么脱收银行采取的是DP 也就是 可问题是美国脱收银行 误将DP当作的DA 在仅仅只收到 美国进口商的付款承诺后 就将提货单交给了他们 所以 美国脱收银行 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他们有责任将全部款项 赔付给我们 思路不错 美国脱收银行是第三方 而进口商才是一方 告进口商当然可以 但是告进口商 进口商可以破产 美国银行就不一样了 银行是不会轻易破产的 因此我认为 我们应该直接告的是 美国的银行 这个不错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苏东 苏东 苏东 我早就知道你 是因为我愁名昭著目 过去的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今天的表现 你很棒 欢迎加入名单 谢谢 苏东 收水赢了 小九 你没事吧你 你插俩八八干吗 今天是欢送你东哥 八八就是白白 你应该插俩六六 六六大顺你知道吗 苏大律师 以后一帆风顺啊 欢送 苏律师 我是特意来 请你当我的代理律师 代理我这离婚案子的 好大和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他们把你还得不够惨吗 你马上就留你够酒了 听我的 别过来 人家突然跑过 你现在问我问问他 为什么行星 不管你着什么急 你听我的 来 唐飞现在还住他家呢 我也不想这口气 陈碧玉又闹了 你交给我 好 酒 请坐 坐 坐就不坐了 我 我还有一个要求 你看 你又想让我做你的代理律师 为什么 苏律师 我承认你 以前确实是个假离婚 但 但陈碧玉这次可是动真格的了 他是真的要跟我离婚 而我不想离婚 你跟我这个案子跟了这么久 里边的情况你最了解 而且从这个案子开始到现在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真的谁都不敢信 我只信你 所以我 我特意来见你 希望你能帮帮我 做我的代理律师 好不好 让我做你的代理律师 可以 要先答应我三个条件 别说三个条件 三百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第一 终止私承了代理权 行 这个我答应你 第二 从今往后 你要老老实实地 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都告诉我 一定 我答应你一件事 从现在开始 我对你绝无半点谎言 这总行了吧 那那本协议书 是怎么落到陈女士手里的 那个我真不知道 那本协议书 怎么到陈碧玉手里边 我怀疑了很多人 可我没证据啊 我要是知道我肯定 我肯定坦诚地告诉你 可我真不知道你让我怎么办 这你得信我呀 我相信你 第三 现在 立刻让唐飞离开你那儿 从现在开始 再出现在任何场合 出席任何活动 都要保持好你的公众形象 把屁股擦干净了 不要再有任何绯闻 有任何事情都要向我汇报 不是我对你的私生有感兴趣 而是我们不能再让朱颜 抓住你的哪怕一丁点把柄 能走到吗 能 绝对能 那你能答应我做我的律师吗 我答应你 谢谢 谢谢啊 你真要终止我们私城的代理权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你现在要抛开私城 却要去找一个从我们这儿离开的律师 你觉得合适吗 贝林啊 你觉得我还有选择吗 你觉得我这桩离横案子 我还能信任你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别忘了 八年前 我们是在一条船上 是我让你赢的那种官司 你要不提八年前这桩官司 还好 既然你提了八年前这桩官司 那我就更不能信任你了 对吗 为了这个离婚案 我付出这么多了 我连我最得意的学生我 贝林 找苏东代理我这个案子 已经是决定的事了 今天来不是跟您商量的 是来通知你 还要您私承 咱们终止合约 我贝林 黄大恒刚来过 要终止和我们私承的合同 对 他要去找苏东 你已经答应黄大恒吗 确定了吗 确定了吗 确定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明大的位子都给你留好了 你非得留守在那个小弄堂里吗 非得要接黄大恒那个离婚案吗 你太好笑了 干吗你啊 我知道我说了这件事情 你一定会有那么一点点 你小小的吃惊 但是我以为你总不至于反对的吧 人得走一步看一步 你现在前进的方向不是黄大恒的案子 也不是回到民事圈里面重振你的民生 你应该回到你原有的位置 一个打国际法官司的人在这儿叫什么劲啊 没错 我也希望现在就做到明大的国际布局 我也希望明天就开始帮明大去打国际诉讼案 但是 你干吗不去呀 你干吗非得打黄大恒的案子啊 明大那边已经说好了 你也答应了 现在林郑推出 你让我怎么跟我的师哥交代 但是做人首先得先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如果我现在接了黄大恒的案子 那么黄大恒势必就先要从司成解约 他从司成解约的约 就等于证明了我是无辜的 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他跟司成解约 就等同于跟我解约 再说了 你有必要去证明你的无辜吗 你用得上满大街的去嚷嚷 我是无辜的 我是无辜的 你就不能受一点点委屈吗 受一点点委屈 就非得要还回来吗 受就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总得受委屈 死不了 我果实体是一个很豪胜的人 这一点就你的意见话 当然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所以 我该怎么补偿你 说吧 如果我请求你放弃黄大恒的案子 你会答应吗 为了我 为了我们 不要再陷入在这个案子里了 这个案子太复杂了 忘掉过去的一切 好吗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但是 从哪儿跌倒 就应该从哪儿爬起来 对吗 这一关我一定要闯过去 这是我的原则 好 完了 黄大亨去找苏东 当他的律师了 苏东接手了 正在他的位置上 也完全可以理解 黄大亨这次倒是聪明了 真找对了人 那你的打算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 黄大亨这段时间 他用所有的行为 证明了对我的背叛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 如果是你 你会跟他玩虚的吗 我不知道 现在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 你理解我的性情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 继续打印这场官司的 朱律师 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世界上 只有钱 是不会背叛我们的东西 你认为呢 但有很多东西 是用钱买不到的 没想到黄大亨又跑回去找苏东 苏东会接这个案子吗 会 我看会 这像是苏东做的事 哪摔到就在哪儿爬进来 他是个不服输的人 贝勒 你能不能别说了 你在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黄大亨的官司 又把我赢了 说实话 没什么把握 这场官司对我们四重很重要 如果陈碧羽赢了 他掌控了普京集团 那肯定会换掉我们四重 那肯定会换掉我们四重 这对我正在进行到新四重计划 那影响又太大了 但不到宣派 谁也不知道胜负 对吗 所以现在最保险的方法就是 即使陈碧羽掌控了普江集团 还能继续和我们四重合作 贝勒 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 您不会是想要把那份生子协议 交给对方吧 这件事情只有您 我知道 不会有人怀疑你的 为了司成的未来 也是为了苏东好 得知苏东再次成为黄大亨的代理律师后 全敏敏的内心陷入了焦虑和矛盾之中 因为她一直隐藏这个秘密 原来此前陈碧羽已经以巨大利益收买了贝勒 而她在贝勒的指使下 将生死协议从苏东的保险柜中偷走 这次错误的选择 让如今作为苏东女友的全敏敏 内心十分煎熬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贝勒 这案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苏东既是接了黄大亨这个案子 那以前的事他不可能去查了你放 那我跟苏东怎么办 我将来要怎么面对苏东 你这么在乎苏东都知道吗 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首先来梳理一下遇到的法律问题 在陈碧羽和黄大亨的离婚案中 贝林作为黄大亨的代理律师 被陈碧羽利益收买 并指使全民民盗奏了重要证据生死协议 贝林全民民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 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 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 侵害委托人的利益 全民民律师 把各大律所他认识的律师朋友们都请来了 就是希望能够谁给苏东推荐到大律所去 我们看到苏东顺利地通过了面试 回到了新比利的书所 告诉大家通过面试了 大家都觉得苏东终于是也不如正轨 这个时候呢 黄大亨的到访 让大家一下子觉得不痛快 黄大亨来了以后说 怀疑贝林被日收买 所以我来就是想找苏东继续做我的代理律师 苏东答应了 这边可是进入这个明大的机会 这边又绞进这滩烂泥里 那苏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苏东想要借此机会表示 之前这个贩卖证据这个冤枉 通过这个事把它洗清 可是呢你想这样做 是不是就伤害了这个全律师的心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样的机会 竟然轻言放弃 但是苏东还不知道 丢失的证据是全民民 盗走了 如果苏东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两个人的情感恐怕 真的会出现大问题 看《普法故事》品摆为人生 我是王小蕾 老子 要是王小蕾 人生 会计划 就是王小蕾